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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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 张志祥前往德国波红卢尔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 除道异国 张志祥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记得我刚到德国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德国人怎么经常流鼻涕 经常打喷嚏 就问他们 他们说是花粉过敏 我是第一次听说 真正的花粉过敏是在德国的 后来知道 原来欧洲的过敏 最厉害的季节是画术 就是白画 画术开花的季节 当时 花粉过敏在国内还算一个新鲜的话题 而张志祥回国任教后 发现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 人们对过敏问题也越来越关注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组织了多次会议 邀请林业专家和医学专家共同商讨 在这个过程中 张志祥开始系统地思考花粉过敏问题 在我国北方 究竟什么样的植物会引起花粉过敏呢 植物的穿粉可以分为这么三大类最重要的 一类是蜂梅 叫蜂传粉 一类是昆虫传粉 叫虫梅 还有一类是水传粉 叫水梅 那水梅的话主要就是那些水生植物啦 包括马来盐子菜呀 这些刺藻啊 这些在水里长的 引起人过敏的花粉 一般叫蜂梅传粉的花粉 医学上把它叫做气传花粉 我们在植物学上把它叫做蜂梅植物 虫梅植物为了吸引昆虫帮助传粉 往往有着色彩鲜艳的花朵或浓郁的花香 例如桃花 丁香 玉兰等 蜂梅植物的外貌则朴实得多 如杨树 花树等 那么为什么这些植物的花粉会让人过敏呢 过敏肯定是跟空气当中花粉的密度有关系 那么空气中漂流的花粉密度是从哪来的 一定是蜂梅植物的花粉 凡是昆虫传粉的植物 它的花粉量很少 因为昆虫带的几颗花粉就可能把它传粉了 但是蜂梅传粉它需要一量取胜 因为飘在空气当中吹出来了 那花粉就一粒两粒 肯定实现不了它的繁殖过程 所以你一看一旦这个蜂梅植物开花的时候 你一抖它的枝条 一下子就黄色的烟雾就出来了 就是它的花粉就飞出来了 这就是过敏当中最重要的原因 气泉花粉它的量大 北京城区春季花粉期是三月至五月 不同月份的优势花粉种类不同 三月份以百科阳鼠和羽鼠为主 四月份以玄陵木鼠三科和银杏为主 五月份则以松鼠三科和花木鼠为主 这些致敏性强的蜂梅植物 它们的花粉都有什么特征呢 在日常的科研工作中 张志祥发现我国林学研究中 有一项空白正是与包粉有关的 植物分类学当中包粉特征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国家的植物 尤其树种非常的多 原产大概有八千多种 这么多树种缺少一个花粉证据 就好像现在我们那些大数据 你这个证据越多 照片越多 数据越大 这样分析出来的效果就更好 所以在这个木本植物的包粉这方面 其实我们国家一直是一个空白点 继续着一些已故教授的工作 张志祥决定完成这本植物包粉图谱 这个图谱做的还是真的很艰苦 去哪取那么多花粉 全国各地要取 花粉来源就比较难 所以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取这个花粉 取完花粉当然就利用这个 扫描电竞的方式了 从这个脱水包埋 镀膜这样的扫描 最后就是出版 这本中国木本植物花粉电竞扫描图志 是我国首部以木本植物为特色的 花粉电竞图志 填补了包粉学中的空白 在实验室的显微镜下 对照这本图志 观察那些致敏性强的植物的包粉 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一部分致敏原因 引发过敏的花粉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大家看看 多不多 花粉壁有的是光滑的 有的是带钩的 带刺的 小小的花粉再带一些钩 再带一些凸起 它的刺激作就更大 所以从形态学角度来说 引起花粉大量过敏的 严重过敏的 往往它的花粉壁上 还有一些凸起结构 一些刺身结构 咱们在翻的过程当中 可以明显看出来 整个百科植物的花粉 都是一样的 圆满和侧满的花粉还真是光的 它就没有这个刺激状 但是它比较小 从27到大概30微米 这么小的这么一个颗粒 颗粒越小 它对人的刺激 对粘膜的刺激 肯定是更严重 因为颗粒大了 人们就有感觉了 作为义物 它可以把它 一个喷嚏把它排出来了 这颗粒小的话 它只粘在上面 怎么也下不来 它肯定是 这么就比较严重 既然这些植物的花粉 会引发过敏 人们难免产生疑问 能不能用其他植物 把它们替换掉呢 在北京 致敏性强的丰美植物 往往作为行道树种植 如常见的杨树 玄陵木等 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这无疑增加了 春季过敏的风险 而圆柏呢 也是在这个过敏当中 最重要的过敏源 它的致敏性是非常强的 过敏性毕严当中 由花粉引起的 占了30% 当中最为严重的 就是圆柏 面对这个难题 许多人会问 既然这些植物会引起过敏 能不能把它们砍掉 替换成别的不致敏的植物呢 圆柏在北京 因为它是一个常绿树种 试意性非常好 因为在北京冬天 非常的萧条的感觉 因为不绿嘛 所以只有靠 幽松 圆柏和侧柏 这三种植物 来衬托北京的绿色 其他的植物 包括大叶黄羊 小叶黄羊 这也都是作为绿类存在 不可能形成桥木 但它可以形成灌 所以圆柏 是在北京来说 是最重要的一个绿化树种 夏天 如果飞往北京 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 或者大兴降落的时候 你关注一下 整个北京市的行道树 你就会发现 杨树比任何树种 这个高处半截 也就是说 杨树是北京绿色天际的 重要的装扮者 如果把杨树砍掉 北京的绿色天际 就得下降五六米 像杨树能砍吗 砍不了 还有一种 就法国梧桐 英国梧桐 实际上真正的学名 叫玄陵墓 玄陵墓就是来自于欧洲的 它是世界上比较有名的绿化石种 有名就有名在它 长得快 难修剪 也可以造型 像南京有一个美陵街 那地方 梧桐所形成的那个街道 都已经预备起来了 就像一个梧桐做的地道 非常漂亮 在张志祥教授看来 无论是杨树 圆柏还是玄陵墓 这些树种 或者便于种植 或者高大美观 都曾为城市绿化 立下了汉马功劳 因此不能简单地一砍了之 那么既然产生化粉的是熊株 能不能把熊株都替换成磁株呢 经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一棵树它如果能长成 起到道路交通的行道树的作用 起到遮阴的作用 起到防护林的作用 它肯定都需要一段的时间 我们目前在北京周边栽培的这些杨树 可能现在三四十年的树林 应该是正当壮年的这样的一个树林 面积非常大 如果我们说所有的杨树都进行替代 整体的成本上是非常高的 同时植物的雌熊株各有优缺点 以北方常见的毛白羊为例 熊株会产生花粉 雌株会产生非株 如果粗暴地把所有熊株 替换为磁株 花粉问题虽然解决了 但非株问题则会加剧 此外对北京这座千年古都而言 树的存在还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三月的北京在廖峭春寒中 万物已经开始复苏 尾到这时候 张志祥照例会带着学生 来到故宫天坛等皇家园林 考察学习植物知识 它马上就要散花粉 所以这个就是引起过敏最严重的 就是这棵树 就是现在如果是真是花粉过敏 主要是它 就马上就是它引起 天坛的圆摆已经开始散粉 公园门口树立起了花粉期的提示 在一棵数百年的古树前面 张志祥引导同学们观察它的三分情况 它和圆摆不一样 一定记住 侧摆是雌雄铜珠 现在咱们所看到的这些都是雄的 雌子在哪呢 大家注意看 这条线端这种弯弯的 这是雌花 如果是直直的那就雄花 像这样三百年以上的一级古树 天坛里就有一千多棵 长寿树中 我们就可以增加了城市的记忆 这代人没了 下一代人还知道 这棵树还在 它可以通过这棵树的研究 来看看前人是怎么生活的 我们现在研究古树不就这样吗 古树为什么皇帝手指摆 就如此的有名 为什么九龙摆就在那放着 长寿树它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记忆 是一个城市发展的记忆 它就是一个活的一本书 就看你怎么去读吧 既然不能全部砍伐替换 那么应该如何缓解春季花粉过敏问题呢 根树肯定很难 因为北京非常的大 你要把这些七川花粉的树种都砍掉 那北京就光了 然后怎么办呢 就慢慢地更替 慢慢地替代 增加生物多样性 同样的一片森林 如果只有杨树 它可能在单位的一个时间里面 散发出来特别多的花粉 如果我改成一半杨树 一半构树的话 其实它还是那么多花粉 但是它的花期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以把一个三天五天 集中爆发的花粉期把它拉长 变成了前面的三五天 后面的一周两周的时间 单位时间的花粉的量就会好很多 就是说一定是要多种物种进行种植 城市里面不能一条街都是白浪 也不能一条街都是权林木 在规划设计过程当中 我们要从健康的角度 控制花粉污染的角度 来规划设计城市的园林布局 有些数种的利用 做到这个多种多样的物种来利用 为了促进生物多样性 张志祥经常参与物种调研工作 即使年余六十 在高原上爬山也不在话下 北京林业大学的标本管理 许多标本都是他亲手采回的 他爬山都是比我们年轻人更好的 而且张老师没有任何的高原反应 一个地方要把这个资源利用好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认知好 所以我们以后的话 就经常参加各种调查 最大的一个资源调查 那就是经过两年的 整个北京市的野生植物的资源调查 结果非常的让人吃惊 认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 我们调查结果却不丰富 原来就是单一化研究 这些都是通过科学研究调查 完全可以为城市部门 绿化部门 建设部门提供参考依据 同时在绿化时 多使用香土植物 也能够缓解花粉过敏的问题 香土植物在一个地区 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演化 对于当地生态环境 具有高度适应性 对于生态环境的建设 非常的重视 从行动上来说 第一件 第一个事 我们确实是应该重视 我们香土植物资源的利用 把周边自己本身的植物资源 很好的挖掘研究 才能更好做到这个利用 白蜡树的植物 有虫梅传粉的 有蜂梅传粉的 我们外面经常种植的 行动树 羊白蜡 它就是一个蜂梅传粉的植物 中国本土的大叶白蜡 它就是一个虫梅传粉的 白蜡树植物 完全也可以应用到 我们的原来绿化应用之上 作为点缀出现 目前在北京新增绿化项目中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已经开始严格控制 花粉易过敏树种的栽质量 同时做好重点地区 树种的更新替换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 配合锻炼与防护 花粉过敏的问题 也将会慢慢得到缓解 对过敏者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要预防 对大部分来说 我们可以带着植物的快中心 来对待它 它毕竟给我们带来了绿阴 带来了绿色 也增加了我们空气当中的氧气